1937年10月29日 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在苏州和北岸缓缓升起 这是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壮举 关于这面旗帜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西藤先生 三尺军名 有谁知道代表了什么吗 电影八百中出现了网络 台湾的一部电影也进行了名字 这是八百壮士中的杨慧远 不过比较吸引我的是他的扮演者 河里有炮地 我从五百马之外游过去 日本人不会注意的 上岸 我就往仓库里跑 从军 人家还用不着我呢 我是童子军 你看 这是1976年的林青霞 她的首饰是抗日战争时期 如有的童子军军领 分别代表三个诺言 对国家尽忠 对社会尽责 对自己要求健全 松户会战的四行仓库往外 四百多名国军神秘的仓库 我们先看日军的进攻手段 用了六招 招招 尤其是最后一招 第一招强攻 日军一个小队攻进仓库 中国军队关门打抖 一队日军被全部消灭